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储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教各位 如何去安装 OLAMA跟OpenWeb UI 这个就是在你的本地 建一个 TradeGPT AI对话的使用界面 安装的流程我也帮各位都整理好了 我会把这个给各位 各位在这里去参考 那一样我们要装在无方图上面 因为我不喜欢把全部的AI都挤在Windows作业系统 很容易把作业系统搞乱了 所以我都会先装在无方图上面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先教大家 如何去装这个OpenUI加OLAMA 然后因为这个会搭配下个礼拜我要拍的影片 就是在OpenUI串接N8N 好我现在来教各位 如何在这个Ubuntu上面 装这个OLAMA跟OpenWeb UI 那Ubuntu的安装方法呢 我们在18级的时候有讲过 不知道了自己再去看18级 那前面这些指令呢 我有事先安装过了 所以我们直接跳到这个Ubuntu安装这个OLAMA 这一步开始 那如果还没安装这些前置指令DAC 跟这个显卡的这个container这个工具包呢 大家要自己再去安装 然后如果遇到问题呢 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再去问AI AI会回答你怎么解决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装OLAMA 在OLAMA的官网呢 可以看到它三个作业系统的安装方式 那我们是Linux 所以就是用这个Linux的安装方式 因为Ubuntu就是一个轻量版的Linux 然后那我们就把它复制呢 然后贴过来 好这样就安装好了 那我们要下载模型测试 我们不要用这个 因为这个比较大 我们测试 我们直接用这个最小的这个就好了 因为我只是要测试 我实际上呢 并没有要在自己的电脑跑模型 好成功了 你可以在这里问讯息跟这个模型对话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问一下 比方说 Ou 好那我们按Ctrl D退出 好那我们退出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安装这个OpenWeb UI 好各位 我们现在OLAMA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装这个OpenWeb UI 好我们执行完这个指令之后呢 填你的名字跟email 你可以随便填 好我们重装之后呢 这里就有了 就可以看到这里就已经有这个模型了 我们重装之后呢 可以看到他有抓到这个我们这个 Oulama的模型了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呢 去新增Google的模型了 要注意的是说他这个 API你如果要连接 Gemini的话 你一定要去输入这一串了 一定要用这一串才可以 一定要用这一串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贴上来 然后这个API呢 就是你Google的Gemini API Key 然后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这样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了 这样 好我们现在进来了呢 就有看到我们一开始装的 Oulama的这个模型了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去控制台呢 设定连线这里呢 去连我们这个Google的模型了 然后就是用这一串网址加你自己 Google的这个Gemini API Google的Gemini API 然后就可以去读这个Google的模型 直接去使用了 那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哦 好有没有是正常的哦 那我们来看Google API Key 可不可以用哦 我们直接用一个 好我们用2.5 Pro 然后2.5 Pro也是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好这样现在装起来都没有问题 都是正常可以使用的哦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先跟各位说呢 如何在OpenWeb UI去创接Compi UI 其实非常的麻烦 而且画的图也不漂亮 那还是有人喜欢 那我们就来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一样也是管理员控制台 然后设定 然后在图片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去连我们的Compi UI 那因为我这个Compi UI是装在Windows 所以这里会跟各位不一样哦 你如果是两个系统是一样的呢 那你就直接用你Compi UI的UIL就好 那不一样的就去看18集 我有讲解哦 好那这个工作流呢 我们必须要将它导出变成API格式 再汇入就是说呢 这个工作流我们把它导出API格式这样 然后再汇入 汇入之后呢 我们必须要根据它的要求 提示词呢在第几个节点 那那个节点的ID呢 我们就要填进来这样 那你的模型在第几个节点 那我们的模型就要填进来这样 你就是每个节点的那个 它的ID编号你都要填进来就对了 那填完之后呢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预设模型给写进来 然后图片尺寸也写进来 设定步数也写进来 那都写好之后呢 你就按储存这样 那这样你就可以呢 去进行绘图了 但是我跟你说嘛 Apple UI的绘图非常的笨 它不是说你直接给它提示词 它就很会了 我是建议这样 我们现在工作区呢 做一个模型 工作区这里做一个模型 做一个模型 你就是在这里新增模型就对了 新增模型 然后呢 这里模型ID要打 要选基础模型 你随便选一个 然后模型盖出 你也可以写可以不写 这里就用公开就好了 因为只有你自己在用 那主要我们是要写这个系统提示词 这个系统提示词呢 我们要怎么写呢 我会给各位 我已经写好了 就是我跟他说 你就是根据我给你的关键字呢 写英文的提示词就对了 这样 那写完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这样 写完之后呢 你就是给他 给他一个题目 给他一个题目 那他就会回答你这个题目的提示词应该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按这个生成图片 好 这样一张照片就出来了 这就是他创接Comp UI的功能 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 有问题的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们下一次呢就讲如何用OpenWeb UI呢 去创接M8N 那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